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ile学院 本节课呢,咱们继续安卓高仿大众点评网项目的一个讲解 那么咱们在上节课当中呢,已经给大家把咱们这个首页面当中的一个点击选项itom切换不同的fragment 以及我们后续给大家拿到的一个定位信息讲解完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拿到在首页当中能定位显示出来我们城市的一些列表 那在讲解咱们城市列表之前呢,咱们先来说一下关于服务器当中我们需要拿到的一些数据 因为在我们后续的一些讲解当中,我们所要拿到的城市信息都是从我们服务器当中获取的 所以我们本节课呢,首先先处理一下关于服务器的一些内容 而在我们服务器去连接一些数据的时候呢,我们这里面就需要一些数据库 我们在本套课程使用的一个数据库呢,使用的是一个叫做MyCircle的数据库 那么MyCircle数据库也被称之为关系型数据库的一个管理系统 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应该明白一些常用的数据库 你比如前段时间的一个调查研究表明 我们常用的数据库有MyCircle, Oracle,以及非关系型数据库,也就Mongodb 而我们MyCircle数据库的一个使用量呢,还是很巨大的 所以我们在本项目当中给大家使用到的就是咱们的MyCircle数据库 那么大家要明白它是一个关系型数据库 而我们使用到的关系型数据库最典型的例子,也就是我们的MyCircle 而MyCircle数据库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 MyCircle是一种关联数据库管理系统 关联数据库是将我们的数据库存放在我们的表当中的 而不是直接存放在我们的一个数据库当中 所以我们的MyCircle数据库当中会存放着一系列的表 而在这些表当中呢,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数据 那我们继续 今天呢,先带给大家代入的是咱们这个MyCircle数据库的搭建和导入 那么我在之前呢,已经给大家下载下来了咱们的一个MyCircle5.0的一个安装文件 当然现在咱们MyCircle的一个更新版本呢,也是比较快的 而我这里面给大家使用的是一个5.0 那首先呢,我们把这个文件点击安装一下 因为我们要使用MyCircle数据库,我们要呢,对它进行一下安装 那这里面呢,就是来到我们的一个安装界面 点击Nest继续,那我们同意一下安装 这里面呢,有默认模式和完全模式,还有用户自定义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使用的是咱们用户自定义 我们使用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些安装配置和环境的习惯呢 来进行安装数据库 点击Nest,这里面就可以安装我们开发者选项 所具备的一些功能 那我们点击这个开发者组件 这里面呢,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将当前部分 以及它的一些子类部分 都安装在我们本地的磁盘当中 那我们要将数据库里面的一系列内容呢 都先放在我们本地磁盘 同样,这里面有一个安装路径 我建议大家进行一下更改 你比如,如果你的系统用到了一个备份的时候呢 你最好不要跟系统盘放在同一盘服 那这一块的安装路径呢,也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你在后续卸载的时候,需要来到这个路径当中 去清除一系列的数据 那我这里面呢,就先使用它的一个系统默认的安装路径 也就是我们C-PAN PROGRAM FILMS 好,我们点击Nest 这里面呢,做一个检查 咱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咱们自己去设置的一个模式 安装路径 那我们点击Install 接下来呢,它就帮我们创建一些文件 并且创建数据库 MySQL Server 5.0 好,我们点击Nest的积蓄 MySQL数据库在5.0之后的一些版本呢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性 你比如在我们之前,如果想对数据库进行配置的时候 会去到它的一个INI文件当中进行配置 而在我们后续呢 这里面有一个设置向导 Configure the MySQL Server 咱们就可以配置一下当前的一些向导东西 好,我们点击Finish 来到我们Welcome to MySQL Server的一个设置向导当中 点击Nest的积蓄 这里面呢,就告诉我们去选择一个配置的一个类型 你比如这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叫做手动精确配置 还有一个标准配置 我们在这里面选中的这个是Detailed Configuration 以便于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配置过程 然后我们点击Nest来到下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呢,需要我们选择一下服务器的类型 那这个Developer Machine呢 就相当于我们是开发测试类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模式下面 MySQL占用很少的资源 而这个Server Machine呢 就相当于是我们服务器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MySQL会占用较多的资源 第三种情况呢 它叫做专门的数据库服务器 这时候MySQL数据库呢 会占有所有的可用资源 而我们选择第一种 因为我们的类型 第一种Server Machine呢 不会太少,也不会占满 OK,我们点击Nest来到了我们下一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当中呢 它告诉我们是选择MySQL数据库的一个大致用途 你像第一个 它告诉我们的是通用多功能型 也就是我们这里边可以用多功能去实现 那同样还有一个是Transaccational 是主要去做一些事物的一些处理 还有第三种呢 咱们是非事物处理型 较简单 而在我们第三种当中 一般会做一些监控啊或者技术去实现它 OK,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 选择咱们这种叫做Multificational数据库 然后我们点击Nest 下一个页面当中呢 我们就是对我们InnoDB TableSpace进行配置了 这块是对我们InnoDB数据库文件的一个存储空间的选择 咱们这里面呢不需要进行更改 如果你更改了之后呢 需要记住它的一个位置 重装的时候需要选择一样的地方 否则可能会造成咱们数据库的一个损坏 当然对于咱们数据库做个备份就没问题了 在这里面咱们就不详细进行讲解了 我们在这里面不进行更改 直接点击Nest 好,来到我们当前Sorlight Instance Configuration这块页面 我们是选择的网站 来限制我们这个MySQL的一个访问量 同时标注我们的一个连接数目 在我们这里边呢 你像第一项呢 它是告诉我们大概有20个左右 20个左右的连接 那在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使用的这种OLTP模式 这种呢大概有500个连接 当然我们在去使用的时候 一般是使用咱们第三种叫做手动配置 自己去输入一个数 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直接进行连接 你比如我们在这里面呢 使用咱们15个 点击Nest 好 在我们接下来这块呢 就告诉我们是否启用咱们TCP IP的一个连接 如果启用的话 咱们就设置端口 如果不起用 就只能在我们本地的一个机器上 进行MySQL的数据库访问 我们在这里面呢 进行启用 所以我们把前面的对号给它勾上 然后MySQL数据库呢 会默认占用3306的这个端口 那同样我们来启动它的一个标准模式 OK 那么我们点击Nest继续 好 接下来这块页面呢 就稍微比较重要了 因为是对我们MySQL数据库 默认语言编码的一个设置 第一种呢 是咱们的西文编码 那同样第二个是多次节的 UTF-8编码 这时候我们选择第三种 然后在我们的XSET当中呢 咱们去选择 GBK或者UTF-8 你比如我们先使用GBK 这是中文的 当然你到后续的话 咱们可以使用UTF-8 来进行咱们的一个国际化 当然我们在这里面 也可以使用GB2312 而GBK和GB2312的一个区别 就是GBK的字库量比较大 包含了咱们GB2312的一些所有文字 然后它呢 还有一些繁体字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其他字符 而我们使用MySQL数据库的时候呢 在执行数据库操作命令之前 可以使用一些命令 比如SiteNamesGBK运行一次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将我们的一些编码格式呢 进行其他的一些设定 所以呢我们使用第三种形式进行设定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按照自己所定义的一个字符编码方式进行设定 点击Next的我们来到了是否将MySQL安装为Windows的服务 这里面呢可以指定我们server name 也就是我们服务系的一个标识 是否将咱们MySQL的bin加入到Windows Path当中 那你比如连接啊 你比如咱们这个Path路径啊 我们这里面就不需要更改 OK我们在这里面呢也给它包含了bin目录 在我们的Windows Path当中 然后点击Next的 这一项呢就来到了我们是否需要修改默认的一个root用户 你比如在我们MySQL当中呢 它是带有用户权限的 而我们这里面呢就有一个超级管理用户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root用户 默认都是唯空的 那同样的如果你要想去修改的话 你还可以在这里面进行修改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给它定义为root 同样在确认的时候我们也给它定义为root 你比如如果我们点击这个勾选住了之后呢 它就告诉我们是否允许root用户在其他的机器上登陆 如果要安全的话你就不需要更改 如果咱们在现在呢只是用于调试 所以我们也给它更改上 最后呢咱们有一个叫做CreateAnimals Account 新建一个匿名用户 匿名用户呢咱们可以连接数据库 然后不能操作数据库 包括查询这些都不用 所以我们一般不进行勾选 好点击Next继续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点击Execute进行执行 它会把我们之前所配置的一系列的选项进行运行 如果四个选项全部打中对勾 这证明我们的MySQL数据库 已经按照我们的一些要求配置进行完成 OK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面呢 已经全部执行完了 它的一些配置文件呢已经帮我们进行更改完了 我们接下来呢就可以看一下是否安装了我们的一个数据库 来到我们所有应用程序当中 如果安装完了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MySQL的一个commander 又相当于一个命令提示符的一种形式 来我们输入我们的一个用户名Root OK如果大家能看到这一块内容呢就证明我们已经来到了成功来到了一个 Welcome to MySQL Monitor 那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的MySQL自带的一些数据库 你比如我们来show databases 好我们来看一下 系统自带的有几个数据库呢 你比如MySQL里面自带的有一个test 好我们高仿大众点评的一个项目呢 也要用到一个数据库 就是我们的一个点评点Circle 当然呢这时候我来给大家带入一个新的一个可视化工具 这个可视化工具是专门操作咱们一些关系性数据库的 我们会从这种可视化工具当中获得很多的一些便利 那我们来安装一下 点击Nest OK我们安装一下 这个安装会快一点 好拿到了我们一个叫做 NiveKit for MySQL 我们打开 当然我给大家在这里面呢也有一个注册码 好来到我们这个界面当中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建立对数据库的一个连接 包括一些用户 一些表示图以及功能事件查询等等 好我们打开Localhost 3306默认的一个端口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正好就是咱们刚刚看到那三个数据库 对吧 好我们现在呢有我们高仿大众点评 自带的一个数据库叫做点评.circle 所以呢我们先来创建一缸数据库 比如我们创建数据库咱们就叫做点评 OK我们使用默认的一个字符集 打开我们的一个数据库 在这个数据库当中它有一些其他的层次试图 比如咱们的表函数试图事件等等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运行一个circle文件 我给大家导入的是咱们的一个circle文件 在这里面我们选中 咱们数据库箱砖里面有一个点评点circle 我给大家把咱们点评数据库的一个circle文件呢 转储出来 咱们打开 来点击运行 这个运行过程呢可能会比较慢 OK呢 咱们到现在为止呢 它已经给我们运行完毕了 当然执行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好我们点击关闭之后 来到我们点评 刷新一下咱们当前的一个数据库 OK 刷新出来之后 咱们就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表 那这个是我们在之前时候 给大家已经先建出来的一个表结构 而在这一表当中呢 已经填充了很多数据 比如我们的address表当中 比如我们的city表当中 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数据 当然咱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呢 就给大家直接拿到这个数据库 来进行一下使用 那我们虽然进行使用呢 但是我们要分清楚 到底有哪些数据 来存放到我们的数据库当中 也就是我们接下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表 你比如这个address表 这个address表里面 它分为哪些字段呢 肯定有一个address ID 那么有一个地址ID 还有一个user ID 这一块呢 其实就是跟我们当前的一个用户有关系 我们用户关联它的一个地址类型 有地址的名称 他要电话 ProOS省市 detail详细信息 以及code值 在我们的这个category分类当中呢 还有category的ID category的name和parent 这就是我们一些商品信息 所要相关的一些东西 而在这个city表当中 大家 我们一些城市 你比如我们点击 点选一些城市 在我们项目当中 我们这些城市 也要进行一下存储 这些存储的数据呢 都在我们服务器当中 我们拿到的时候 我们要找到这个城市 所以在一个表当中 针对某个字段 一般都会有它的一个ID 同样还有name 还有shortkey 这个name呢 就是咱们的城市名称 shortkey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城市 首字母的一个大写 所以咱们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咱们这个city表当中 这里面都会有一些 城市的首字母大写 在我们接下来讲解当中呢 就会对我们这个城市 进行一下筛选 好 comment这个表当中呢 存在commentID userID 以及我们projectID 还有comment content time以及start 相当于我们的一些商品的 一些内容 商品时间 还有它的一个开始时间 那favorite 用户偏号表里面 咱们有一个userID 和我们需要收藏的一些商品ID orders呢 是咱们的一个订单表 在我们这里面有userID 它下的一些订单 下当前订单的一个时间 还有这个order 订单的一个price 全部的一个price 还有咱们支付状态 这里面有一个paste data 是一个支付状态 同样order里面的一些商品ID 好 在我们这个project当中呢 咱们就主要详细来看一下 它这张表 我们不光有projectID 商品ID 还有分类ID 这个商品属于哪一种类型 同样这个商品属于哪个商铺 所以咱们这里面有swapID 还有subcategoryID 有可能我们的商品经过一次分类之后 还有第二次详细分类 好 ctID呢 就是你比如我们在这一个 大众点评团购当中呢 它会有些信息存在于某城市当中的 我们这里面就会根据城市ID 去筛选不同的团购信息 还有project title 商品的title名字 还有short 排序的title 以及image图片 开始 这个商品开始的一个时间 value值 证明我们当前商品的一个价值 还有price 有原价 还有咱们打折之后的价钱 rabbit 以及brow 还有mquint 好 我们后续在讲到商品处理的时候 会对咱们这些表进行详细讲解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project这个表当中有很多字段 在我们字段当中呢都会有一些project title 比如仅售多少多少元 咱们这一块就是一些商品显示出来的title 商家的名称 商家电话和商家地址 商家所属的范围 当前商家的一个开启时间 你比如我们某个店铺都会有一个开始时间 什么几点开始营业 还有longtitude和latitude经纬度进行变化 还有一个information 咱们后续的时候会给大家进行一下讲解 这是我们的一个shop表 同样二级分类当中呢咱们还有一个subcategory 这里面有categoryID以及subcategoryname 同样定义了ID和name ticket 这张表当中定义了咱们的olderID 我们当前的一个订单ID 以及当前的 这里面我们会用到了一个优惠券 这个优惠券的一个valid name 还有number数量以及password 还有我们当前的优惠券是否可用 好user表当中呢我们就会存在的一个很多的用户 用户表当中进行来讲解 所以我们这个user表当中肯定有userID username以及登录ID和支付ID 登录密码和支付密码 还有咱们用户的一个联系方式 OK这是咱们数据库的一个介绍 我们本节课呢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在下节课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连接数据库 并且使用咱们的服务器端的项目呢 来给大家提供出来一些数据 那本节课呢咱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那么大家在课下呢希望对咱们这个mySQL数据库多加了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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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